打倒港共政權 聲音流駕 請持續支持 MyRadio節目月費計劃 普羅政治 民聲起義 MyRadio 2015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擁抱大香港主義 香港地 香港人做主持 大香港早晨 主持 黃陽達 黃毓民 早晨 大香港早晨 MyRadio和《月月時報》聯播的早晨節目 大香港早晨 其實上兩個禮拜有一次 我們就開早了 因為塌了機器 然後我就覺得不如開早 有10分鐘左右 就試一下Live 可不可以 就問聽眾 觀眾 聲音畫面有沒有問題 這樣拉鏡 然後我 然後沒有人認你 我有想過 不 當然有人認你 沒有人認我 我就知道 想過機器 想過4 我記得 然後試機 然後我就想 其實不如我們以後 每日的節目 7點到8點 我們都打著去看 我們如何準備 然後 你覺得會不會很精彩 會不會很好反應 我又不知道有沒有反應 因為人是喜歡偷窺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就是以前903 是曾經有視像的 你真的不知道嗎 你真的不知道嗎 十幾年代 我中學已經是說 一層樓是賣50元的年代 903是曾經有視像 但我忘記在哪裡播 是否那個 以前的麥兜播那個電視 又不是叫為是 不是蔡和平 不知道是哪個台 你就告訴我 就是有視像 但是那個視像 很偷窺 好像是CCTV 不知道掛了哪個位置 那你覺得 你好像在裝 是互動電視 是嗎 好像是 真的 即是姜是老的辣 是 什麼時候有先和互動 好痛 這一下 Jimmy 是新主持 今天還有探仔 還有舊的年輕主持 還有Emma 我又想拆開再遠一點 就是我昨天想想 誰是前 我知不太放前 放遠一點 放近我自己 不知道是前還是後 那我就想想 今天講不講書展 其實我今天很想講 書展是想宣傳某些書 明天第四節他講不講 其實我們今早主持裡面 有幾多個是去年 有去書展做主持做節目 都淡了 我想說回 以前是有視像 903 只有個別一兩個節目 就是娃娃娃打到來 還有 忘記了 好像一個偷窺 那你偷窺 就是 裝著 啊 DJ 做節目 這樣看 就好像很有趣 但是很快就會沒有這種有趣 因為 因為 不是 因為 不是 是因為那些DJ 沒有那種 讓你偷窺的感覺 出來了 因為他開始化妝 開始 開始對鏡頭 沒有了那種慾望 就開始不好看 其實我們七至八 是不是應該 拍著給你看 我們準備節目呢 但是我們今早七至八 就太流了 我們準備的時候 根本就在閒聊些什麼 在無緣無故說 Emma 將椅子高低的那種慾望 我們做什麼 Emma 有一個位置是很生氣的 是出現於淡仔的說話 都是說她胖不胖 沒有沒有 不要用這個字 我們在研究大家高度的問題 不是 因為今早就講面對現實這個問題 就是講教育 講教育 講教育 是不是一盤生意的問題 Emma 就是面對現實 這樣 接著一講高矮肥獸 就不是這樣的事 就 就 就有另外一個面向了 就不講這個 那我先講第二道心 就符合實際高度 差不多 這樣差不多 那七至八 是否蹲著 蹲著是否影響我們自己找片 自己 那些 那些 都 進去給她 進去給她 哈哈哈哈 這樣蹲著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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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機會再考慮一下這件事 其實有時候 有些變化都是好的 好 今天7月7號 今天就是7月7號是一個歷史上重大的日子 可以說是對香港一個很大的轉變 很大的變化 今天是董建華生日來的 哈哈哈哈 是嗎 要講生日快樂 是嗎 真的 真的 吵命百歲 真的都不知道可以講什麼 有時候香港的變化 真是一 一口悲哀 我只可以講到今天 那 昨晚節目又講了的士 講了股市 那他會不會再去講 那變成今天 今天是最留意 對香港人最嚴重 最留意 最緊張 也是夏天更大的議題 就是打風這個問題 所以一回來 我有你沒有你叫Jimmy不棄 現在那個風打不打到來呢 現在是 如果大家有看過這個 天文台的那個圖表的話 那個地圖的話 大家就會非常之感覺到這個 力場的威力 因為現在其實是有兩個台風的 一個就是叫阿 燦榮 燦紅 一個就是叫蓮花 對 一個就是叫蓮花 那 燦紅我只想起那個CAP 你永遠不會成功 哈哈 他說這樣 報應吧 哈哈 大家其實之前都有些期望 就是蓮花和燦紅 一次過打到來的時候 會不會有台風的影響呢 但是結果就是 他們兩個台風來到的時候 就影響到蓮花 就是較前的那個台風 就被較後的那個台風牽引了 藍色的那個是蓮花 現在是蓮花 對啦 這樣就變了 我們看到畫面上面 就會見到 如果大家小時候玩天下太平的話 就會見到我們那個力場 不是我們的保護網 是完全阻擋了蓮花的攻勢 所以是打不成的 大家不需要 大家上班 大家不需要留意著 不需要很緊密地去留意著 究竟我聽了 要不需要辦公呢 你的褲埋了就收起來了 不是 早幾天就說有三個封 現在天文台就出了兩個 今天最吸引我就是因為蘋果日報 他也有一段新聞說蓮花 說蓮花行蹤飄忽 哇 這個標題真的很juicy 又蓮又花又飄又忽 原來風就扯走了 現在可能是福建登陸 又打不成了 證明了什麼呢 證明了李嘉誠他的健康仍然是非常好的 大家可以安心 不是 其實有一班人 今天看到風打不成是開心的 因為今天是小一派位 所以他們今天就要準備去購物 那今天怎麼都還沒打到來 不是 其實是沒有關係的 不是 中一派位 你今天不敲門就輕易敲 就是我每年會敲 他會順盼今天如果遇到這樣的情況 但是會亂了 因為你知資訊發佈是不流通的 我是很緊張我兒子進到什麼中學 為什麼不流通啊 你說中學生日禮 因為你如果打風的話 你要去購門 首先你已經麻煩了 如果你要順言的話 那你就更加鬧鬧了 整件事 因為大家已經計劃好行程 因為每個人都訂了的士 那順庭一天而已 我拍攝一下 哦 OK OK 因為Emma的意思就是 因為今時今日準備會更加充足 可能他經常在Uber 就先丟了一下 好了 先去那沙 再去 再去華仁 勝租 再去華仁 最後叫沙羅國官立中學 這樣可能這樣可以敲門的 那你當年中一有沒有敲門的 我不用 我入了第三指援 OK 哦 因為我有敲門的 我自己敲 敲 敲 算了不要提 哈哈哈哈哈哈 一自量力 不是 我敲完門 有有interview IN-D校長那些 依然發覺世界很大 我媽都發覺世界很大 你都是讀過家 風就是 你們都是不用看的 沒有爆風球 大家都是安樂地去上學 中一派位可能我去第二次 第二次都不怎麼說 都是講教育的問題 那我 因為頭條今天全部都講過市 市就是 全都發明 是的 但是市就牽引了些甚麼呢 其實昨天 黃大有提過 我想說呢 就是 前兩天呢 我都跟朋友有討論過 關於市的問題 為甚麼會懶得是中環 其實不是 吹水 我正在說 其實究竟大陸能否控制到 即他扔幾千億出來是怎樣呢 當然昨天黃大有個估算 其實他沒有明顯說 根本的錢沒有扔到市 或者都不知道去哪 或者就算 如果扔下去的問題就是 不夠散戶抽 即不夠沽壓勁 可能在對抽的情況之下 可能連政府現有暫時扔出來的錢 都未夠頂 可能散戶本身是很強勢 農民戶很強勁 因為我自己另外有個懷疑 一個股算 就是其實現在中國很多有錢人 那個有錢的意思是 他又不足以影響到股市 但沒事的 他在股市中拿著10億8億 在股市中 嘗嘗嘗嘗嘗 主要都是賺錢的 如果你說在股市中 有10億8億的教育佬 有10萬8萬個都不奇怪 以那個貧富懸殊的程度 那你這個錢的走勢 你跟政府費已經是一場仗 那政府要控制的事 也是不容易的 這就是我猜的 但這些都是亂說的 即沒有根據之下的股算 我的根據就是 大陸有很多有錢人 有錢人多得很厲害 不是很多 而是說他有很多錢 他的錢不是小數目 可能真的10億8億都不頂 那他們是自由走的 當然除非你說他的代表 有其他的指令 是另一件事 但你說是不是去到那一步 那你就看完今天的後日 看看怎樣 大家都是吃花生的 如果大家沒有股票就走 但另一件事是什麼 另一件事就是 除了農民戶 我講那些 我講那些 譬如有一塊大 譬如他做一下生意 那些錢有多奇怪 另一批就是大媽 其實就是大媽散戶 昨天大家很關心 究竟大媽走不走到 哪方面 不就是那些股票走不走到 昨天曾經有一段 你開市沒多久就升了 那他走還是再追 如果再追 那之後就打了 如果走 有 譬如今天看評論很多 那些大媽都走 都走得很好 都叫做離島場 離島場就恭喜你 就是沒辦法 你哪個都好 你這個時候離島場都好事 但如果你是做槓桿那班 炒媽展那班 這樣就糟糕了 我不知道你們之後是怎樣 昨天大家都是那張劇圖而已 都是天台見那張 第六號五點鐘 香港當然是工場 都是那張 那實際是不是真的有發生呢 再留意新聞的報道 其實說大媽是說什麼呢 就是香港那班大媽 昨天就是 蘋果 有一段 他們自己有一個 追蹤的報道 就說這班旺角大媽 究竟來自哪裡呢 真是尋找他鄉的故事 其實發現他們是什麼人來的 其實說這班旺角大媽 就是在屯門公園抱開的 他們平日 即是一至五的時候 他們就會在屯門公園 跟長者同樂 接著到星期六日 他們就會走到旺角的 白老會戲院前面 搞他們的歌舞團 為什麼會說他們呢 其實因為蘋果的追蹤報道 就說原來這一班 看著這一班大媽 認識我的 た жиз threw 那為什麼こういう人 怎麼這麼噴通 他們認識我的 我後來也認識我的 買少人了 等等 你平日很豪放的 我其實沒有這麼大清 就不懂得形容自己 聽眾會整容你的嗎 說很豪放的 說我不收啦 破口不收 他說這個大媽 那群大媽大部份都是一些新移民來的 他們說就說自己 唱歌就為興趣 但是蘋果的記者其實是 通正空都這麼說的 多夠說 是的 蘋果的記者就說 其實在沿途就看到那群大媽 是會走過去問人家拿貼士 拿打賞的 估計每一天平均都可以 穩待到這幾百元 他們會走過去 喂喂喂 你這樣說就看不好了 你為什麼真的說 鏡頭也看不到 鏡頭看到 我們是侯孝賢鏡頭 就是這樣才有那個意思 就是偷偷雞 偷偷魔 Sally 是的 那說著 Gian啊 是的 說著他們就會 不給錢 那這群大媽媽是會嚇臉的 還有這群歌手 說著他們是有集團 還有是有控制去經營的 那怎樣經營法呢 其實是有一個叫做負責人 你可能她是負責 那個報道裡面沒有 但是我的估算 做了負責人就帶音響 帶跳舞用具 這樣下去了 那群歌手就穿得性感一點點 就下來找負責人英姐 就走在一起開檔了 嗯嗯嗯嗯 其實其實 因為我 我不是很跟大媽這段新聞的 雖然我不止略有所聞的 因為 因為我一直在屯門做事的 簡直是 簡直是新一代私營市場的老人服務 我只可以說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沒有辦法避免 我首先分一分兩件事 即大媽 所謂的大媽帽 或者這些歌嫂 我們在說這些 兩件事 第一就是一些真 即是 這段時間我們傳統講的大媽帽 即是可能你穿粉紅色運動裝 紅色運動裝 之後大家同一步調 即是媽媽後現代生活 我想說 即是 即是那個組合的編曲 我突然忘記了什麼 叫絲琴高 嗯嗯 即是那一隻 接著就可能拿一把綫 或者沒有拿綫的 可能只是在搶手搶腳 那就同一個步調 那就跳一些廣場式的舞 其實可能是 排排舞 叫做排排舞那些 排排舞 是啊 我媽媽教的 那如果我要排排排舞呢 排排排舞 即是非常複雜 那就是那一隻 那些就是大媽帽 之後就在新人賽街受到追擊 就覺得聲浪太大 亦都是文化的衝擊 覺得其實就是醜的 簡單來說 那另一隻就不是了 另一隻就是剛才Emma說的那些 就是一些歌舞團的形式 這種其實就很多年了 其實十年八年都不為過了 已經說了 因為我入屯門工作都是零八年的時候 那時候已經是很蓬勃 在屯門公園有很多 起碼有四五屯 然後搞到屯門公園 索性它要規管 即是它要畫地 因為它又不可以 不讓你表演 即是不讓你唱歌 那你的音響器材又你控制得好 即不是太大聲 你不是吵到元朗都聽到 那它是劃區的 因為娛樂區A區 娛樂區B區 這樣就劃了 有這樣的劃分 當然了 你說當中有沒有一些老人服務呢 這樣就當然有了 手指貼著背部 那當然有了 錢、交易 其實之前一周刊是有做過的 之前應該有留意我會做事 我都會跟下那些報道 那怎樣做呢 譬如它可能直接開架 趕多少錢 就提供些什麼服務 那當然你的年紀 吃不到這個餐的 不如營養餐 好不好 都有 那麼野驗啦 打扮的 接著又說拿打上 那今天的蘋果報道 說到有些阿叔就說的是 傾家蕩產 即是每個月的 她的鍾援或者她的水果金 都拿出來打上這些傘 是的 因為蘋果報道裡面有說到 有一個 即是她訪問了其中一個 坐在附近看的 觀賞的老伯伯 那她就說 其實她每個月 大約洗在她的契女 即是那些大媽的身上 大約就有三千元 那之前呢 他們可能搞一個 可能吃一下燒賣 唱一下歌 跳一下舞的飯醉 那裡其實一餐 都吃了它四百元 那其實對於一個長者來講 這些都不是一些叫做 都不是低消費 這個營運方法怎麼做呢 就是因為她不可以有錢人交易 兜兜兜兜 即是你在公園當然要抓你 還有其實呢 有這麼說 公園的康民署的職員 或者警察其實看得很緊 其實有便衣在那裡 看來已經看得很緊 那他們怎樣呢 他們另一個做法呢 就是賣票 即是他們在酒樓 即是我在這裡表演歌舞 這樣 我現在免費娛樂而已 你不可以在我身邊打賞我而已 我可以賣票 即是我在酒樓呢 有些歌舞聚會 你就過來啦 即是我現在免費做節目給你 你來書紙買一本書 你為什麼說到自己這樣子 不是不是不是 我穿得妖艷一點 哈哈哈哈 幾隻盜風無裙的 很有賣點 我一定要來看 打我呢 打我比喻而已 類似這樣 剛才說 可能收到三四百元 一些這樣的營運模式 很多就會說 那些其實就是乘巴士下來的 就是下來拿幾個喇叭 開始有表演 另外你說會不會提供額外的一些 Service呢 重溫青春時候激盪的熱烈的 青春回憶的一些服務呢 這些壞面治療 我只可以說 壞面治療 那就不知有沒有 重生一些青春的氣息 你不要理我知不知道有沒有 總之就是一個比較親切的老人服務 可以說是現行的社會福利方面 都是未能夠提供的 那我又不可以說有沒有 那你自己明白 那但是這個問題就是 殺到出旺角 其實在屯門上其實影響很大 就是幾個層面 第一就是老人家有他的需要 阿伯 阿叔 阿伯有他們的需要 老人中心給不到相關服務 不是給不到那些服務 日日很差 老人中心是阿婆的天地 不是 那些阿伯去到又 因為社交能力 女性亦都相對比較高 是啊 因為譬如阿婆 為什麼阿婆一來 是她的 這樣 那些阿伯又不知怎樣內構圖 就是我在老人中心工作過 就是你明白那種生態 其實很多在老人中心做事的社工 都是不知道那種生態 為什麼我會知道我懶 我沒什麼做 就走出去老人中心外面坐梳化 他們在那裡 我看他做什麼 看他玩什麼 看報紙 罵黃毓民 我多喜歡坐在那裡 看他生態 我有時候會走到屯門公園 我外展坐在那裡 看這班阿姐阿叔做什麼 我都看得到很多 阿伯有他們自己的生活圈子 他們有他們自己在屯門的生活 那你說是否騙錢 是否搞到傾家蕩 說真的有些事情 就是子女又不孝順 老婆又可能走了走了 或者家庭破裂 然後沽苦無依 難得有人關心一下你 有個So-called青春少崖 五十幾歲的青春少崖 來關心一下你 有一些溫泉 有一種貼身的關懷 那你又真的打上一些貼士 有時候又很左膠 說了幾摸口飛 當然這件事是不對的 你在法理上是不容許的 然後大件事出到旺角 那問題是什麼 你要求打上 要求貼士 然後當中可能牽涉到一些性交易 那當然需要處理 需要跟進 另一件事 譬如有人會覺得 這個不單止是否講性交易 這個是雙風敗族 因為你說的是一些男女 他說 你看到簡直是一個異淫的行為 不論是 他的樓 不止 而是說觀眾和表演者的那種互動 就是黑身黑細 然後你說黑身黑細都不行 有沒有這麼保守 但是其實是背後那種異淫 那種滿足你那種欲望 那種東西 那你在一個這麼公開的場合做這些 又比較不能接受的 這個跟你情侶在街打車論 又有些不同 這個牽涉可能是錢 在交易 這個可能是 簡直是很純 肉肉的一種的交換 那種的接觸 那你覺得 那你擺在原本很文化 或者一個表演的場地 一個這麼公開旺角的場地 大家可能不適合 又坦白講 這個世界就很 就是這樣了 你移過兩條街在波蘭街搞 就沒事 就沒事 又沒有什麼 那麼 那個文化是這樣的 這個就是文化包容 然後你說 為什麼我跳大媽舞又不給 然後其他給 國情不同 你又不要干涉 那條賽街的內政 我覺得有些事情 當然 現在牽涉說 你的喇叭太大聲 然後追著追著 就追了下去 當中有沒有什麼性交易 有沒有雙峰敗的 雙峰化的東西 追著追著 其實幾次張仰恆單 我想說 一開始就說你囂張 說你抽水 現在講一講一講 就說 放火的東西是怎樣 現在講到那個 卓商會的錢銀是怎樣 一掘下去就麻煩了 當然 大媽舞這單很快 其實由她開始跳起老母開始 然後輪到那些人下去 就真的跳起老母開始 然後就掘到現在會不會 其實有這麼說 你說掘起這些茶錢 這些磨心磨細這些東西 就是由來以久 我知道都起碼十年八年這些東西 所以就比較快 給記者挖回一些 你找回舊的資料 然後找回一些人 你對回一些相片 你就知道 你找到屯門出來的那個 然後追回到屯門 其實就很容易挖到 你說之後發展是怎樣的 你看看追擊的聲勢 因為你現在過個禮拜 如果你過個禮拜搞 就過個禮拜下去吵 其實就是把一些劣質文化趕走 不能夠容許在這裏 這幾樣東西 除了有雙方法 雙方敗得的問題 另外就是一些 很中共那種 演藝文化走出來 香港人不能接受的 就算你不說到趕走 那麼粗暴 你都要告訴他 你聽我們不接受這件事 或者有沒有另外的安排 不如安排另一個場地給你 例如上海加布蘭加交界 會不會有些 然後說不行 那邊的社團很兇 這樣 或者管門口不行 這樣 這樣兇不過你 我又覺得有些事情 那你有警察保護 另一件事也是這樣 另一件事就是 就是面對有一兩次衝擊 見到警察那種 又是一次的編破執法 又是一次 根本就當你是敵人那種做法 又走出來 其實幾樣東西 實際很多不同的現象 匯聚在蔡街 一個很細的事情上面 就是除了是一種 中共的歌舞文化 跟著牽涉到 可能是有一些 性交易的問題 牽涉到一些 公眾議任的 雙風敗得的問題 又牽涉到 中港矛盾 牽涉到警察的編破執法 牽涉到打人之後放人 跟著又是對示威者的 不公道的表現 又噴胡椒噴霧 又一些 又來回 好像救烏 佔領時候 那些黑警的問題 又走出來 又將它匯聚回同一個點 當然 對於抗爭者來說 當然是好 又有著力 可以繼續做 那 及後是怎樣 你當然就看回 今星期六日 又會不會有這些事情發生 就是這些 本來還想說 因子丹 真正去到宇宙的宇宙最強 對 不說了 我們休息一會 回來說讀書的問題